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就有很多铜像 而这铜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维多利亚公园的铜像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像就在1890年的时候在英国驻造 在1996年的时候就运了来香港 就擠了去现在叫做皇后像广场那里展出 谁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拆了 拿去就准备是铸造他们的兵器 又很幸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之后 我们就找回这个铜像 就经过修复之后就擠了去这里 把这个公园就变成维多利亚公园了 这个铜像里的铜像都蛮多灾多烂的 他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蒙烂之外 原来1996年他曾经被一个艺术家叫潘兴旅的 来淋红酒 然后蹄都打扁了 后来就再修复 现在这个已经是修复好的样子了 这里就是中环的皇后像广场 没有了皇后像之后我们就见到这个职神场 这个职神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他就是汇丰银行的司理 这个总司理这个像在1906年的时候就已经摆到的了 他就纪念这个汇丰银行的总司理的公职 但是有个很有趣的问题呢 就是原来他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他就被日本人整个铜像搬回到日本 就连维多利亚女皇像和汇丰银行两只同司 一起说拿回到日本呢 准备是银行的 准备是银行的 他们的子弹或者是那些大炮的杠用的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完之后 我们就找回这个铜像 和皇后像广场和两只狮子像 就送回到香港 现在就放回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在这个迪神着视像下面呢 就有很多这些三角形的石 银行叉叉 世界的雕塑呢 很少见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银行叉叉叉的三角石呢 原来是我们香港一个传闻来的 有人去半夜就看到这个迪神呢 曾经跳了下来 所以大家就说不如请这些风水师傅来想一下办法 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在下面就有这些三角形的石 就等这个迪神呢 哇哇的而已 等这个迪神呢 跳下来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 不要伤害我们的香港人喔 这个位呢 这个位呢 原先呢 就是第七任的总督 坚离地的 同胀的位来的 但是这个坚离地呢 很可怜呢 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 就被日本仔搬了个日本 将它融了去做了子弹的 所以这个位呢 在19500年的时候呢 就放在这边了 你看这些多细緻的东西 哇 这些花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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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细緻啊 哇 这些手工真的很好啊 这道呢 就是香港 旅的植物公园 很难叫啦 我们民间呢 就叫做冰頭花园呀 那为什么叫作呢 以前的港督呢 统领三军的 所有的mos функ。 都是都去做最主要的 就叫做冰头 冰头呀 冰头呀 就是当时总督的意思 这个地方 因為鄰近這個廣督府 很多時候搞活動就會過來這裏 封鎖給他們搞活動 令到大家民間叫這裏 水的地方叫做冰頭花園 這個銅像是在香港公園的 叫做奧斯本銅像 是一個軍人 這個軍人曾經在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香港保衛戰的平台 他就因為去救他的銅像 他自己撞下去 按住那個手雷彈炸死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銅像 不是奧斯本銅的銅像 而是第一次大戰一個英軍的銅像 在1930年是由余人生第二代經營者 余冬船製造的 他是放在自己淺水灣漁院別墅裏面 在1981年漁院別墅重建 屋主就把這個銅像送給駐港英軍 在1992年這個銅像就樹立了 在我們香港公園裡面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